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突发 承意拍摄富山海从高空坠落 该剧组出事不仅一次 10月3日 承意在吊威亚时不慎衰落在台阶上 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热议 这似乎不是该剧组第一次出现意外 演员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根据现场拍摄的视频 承意在空中被吊起时 威亚突然出故障 导致她迅速坠落 最终直接摔在了阶梯上 由于威亚绳子保持了一定的张力 承意在落地时双手手掀着的 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因此最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从粉丝分享的现场照片来看 承意最后似乎手掌受了一点轻伤 承意的工作室也发表声明称 承意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不适 希望大家能够安心 未来将积极配合剧组 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根据消息 承意这次参演的电视剧名 未赴山海 而且巧合的是 这个剧组的演员之前 也曾发生过事故 这部剧刚开始拍摄时 一位女演员遭遇意外受伤 险些面临毁容 今年6月 这件事情被揭露 女演员才公开承认自己受伤 并分享了伤后照片 尽管伤势严重 她依然在文案中为剧组宣传 不愿意影响拍摄进度 当时黄日盈受伤 剧组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行动 时间来到了8月份 一位在富山海中有少量出场的网红最帅少林武僧秋风 因车祸不幸身亡 事件发生时 她于凌晨时分打了一辆网约车 从浙江前往温州 有网友透露 当时她刚结束拍摄 正打算回家 或者是赶往下一个拍摄地点 同样 秋风的富山海同样没有任何回应 不清楚剧中秋风的戏份 是否已经拍摄 如果已拍 那么这部剧就可以算是秋风的一作 如果届时剧方还用它来做宣传 那岂不是在届师还魂 前面提到的两位人物 不过是剧中的小角色 而这次意外的主角却是男主角 富山海的剧组对此竟然选择了保持沉默 对此 诚意的粉丝们感到非常不满 指责剧组没有主动解释情况 只是一位躲在男主的工作室背后 态度令人失望 在他们看来 这部剧的成功完全依赖于他们这群支持者 不得不说富山海剧组似乎有些霉运频发 演员接连出现问题 而剧方对此却采取回避态度 显得十分消极 这次激怒了男主的粉丝 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幸好成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否则这部剧就真的没必要上映了 不过 从现在剧方的态度和他们的严谨做事方式来看 这部剧很可能播出后也会遭遇失败 富山海片场惊险万分 成意高空坠落 惊心动魄 命悬一线 当红巨星成意 在热拍新剧富山海之际 竟遭遇了一场令人窒息的高空惊魂 他孤身悬于百米高空 威亚突然断裂 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 猛然间像坚硬的地面坠去 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 数百万网友的心也随之悬到了嗓子眼 仿佛能亲眼看到那冰冷的时间 正无情地迎接他的到来 视频中 每一帧都如同惊悚电影的特写镜头 成意的身形在空中扭曲 挣扎 仿佛被无形的魔爪紧紧拽住 无法挣脱 观众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屏幕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成意 挺住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他凭借着惊人的反应力和身体素质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奇迹般的调整姿态 减缓了坠落的速度 最终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为他的勇敢和坚韧而喝彩 然而 这场高空惊魂只是赴山海剧组安全挑战的冰山一角 此前 已有女演员黄日盈在武术训练中受伤 缝了整整七针 让人心惊胆战 每一次的拍摄 都仿佛是在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这场光鲜亮丽的荧幕背后 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危险和艰辛 让我们为诚意的勇敢和坚韧点赞 同时也向所有影视剧组发出强烈的呼吁 安全拍摄 生命至上 你对此有何感想 快来评论区留言 共同为剧组和演员的安全祈福 让他们的每一次拍摄都能平安归来 诚意赴山海打戏路透曝光 调威亚摔台阶惹粉丝心疼 由诚意主演的古装武侠剧 赴山海目前正在拍摄中 剧集自观宣起就关注度极高 可谓是未播鲜火 尤其是男主诚意 每没有片场的路透照流出 总会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日前 剧集再次引发关注 这一次依旧是关于男主诚意的 原来 在剧集赴山海的拍摄现场 演员诚意在拍摄一场吊威亚的武打戏份时 不幸遭遇了一场意外 从路透视频来看 身穿一袭湖蓝色古装的诚意被威亚绳 吊起在空中 但还未等他来得及完成武打动作 他身后负责吊威亚的剧组人员 却突然松了手 以至于诚意整个人猝不及防正面朝的 狠狠地摔在了台阶上 由于在诚意身下没有电子等安全防护 从视频不难看出 诚意摔下来的那一下 力度还是不轻的 看起来很是惊险 而因为别人过失而受伤的诚意并未有过多矫情 也没有苛责剧组人员 只是甩了甩自己受伤的手 便投入到其后的拍摄中 展现出作为演员极高的专业素养 诚意的这一衰引发不少网友和粉丝的心疼 要求剧组给诚意道歉之外 更要求剧组应当加强在拍摄武打戏份时的防范工作 保护好演员的安全 毕竟对于傅山海剧组来说 这可不是第一次有演员在拍摄过程中受伤了 此前 就有演员黄日盈参加傅山海武术训练时受伤 彼时黄日盈脸上缝了七针的话题 可是登上了热搜榜 引发了不少热议 而今 诚意也结结实实地在拍摄中摔了一大跤 更让人对剧组在安全防护工作上的缺失产生质疑 眼看舆论四起 诚意工作室也在随后也对诚意片场被摔仪式进行了回应 表示 事发第一时间工作室已和剧组沟通过详细情况 而且诚意的身体经过仔细检查 目前也未出现其他不适症状 为了安抚粉丝 工作室还表示之后拍摄会增加安全措施和防护 确保所有环节都安全进行